另外来关机到了国际的一个焦点 是联合国去年11月宣布了 全球人口突破80亿的大关 同时预估印度的人口将会在今年的4月 超越了中国成为全球之冠 而世界银行还有专家学者都认为 印度当前的就业市场还有基础建设 是没办法支撑这样子不断增长人口的情况 印度政府却正向的来看待 认为印度正在迎来对经济发展 大有助益的人口红利旗 阿富汗塔利班的政府证实了 过去两周以来在他们的国内各地 天气、盐寒而且降下大雪 至少造成了104人死亡 其中包含了妇女还有孩童 而在缺乏了供暖系统经济也不景气的阿富汗 他们民众经常是烧煤炭木材 或是液化瓦斯来取暖 但是更多的情况之下会发生什么瓦斯外泄 或是液氧化碳中毒的情况 而造成一些夺命的悲剧 从这个月的第一周以来 严寒的天气跟降雪 席卷了阿富汗国内大部分的一些地区 有一些省份的气温 甚至是降到了摄氏零下30度 真的很冷 好另外来看到是日本 从这个今天开始呢 要面临十年一遇的霸王级寒流 要来袭了 所以呢昨天开始 这个东京就已经降下出雪了 接下来从北到南 气温都有可能会降到零度以下 这也让很多的日本民众呢 感觉到竹林大地纷纷是展开超前部署 这群企鹅脚踩在雪地上悠闲的漫步 这是北海道续川动物园超有人气的活动 气温们可爱的模样 引来观光客的围观 日本即将面临十年一遇的霸王寒流 从24号到26号北海道到九州 气温都可能在零度以下 连东京都开始下雪 接下来气温可能降到零下三度 雪是肯望增强 而北海道路别亭是日本最冷的小镇 毛巾被甩几下 结果就被冻住了 面对最强寒流来袭 日本民众不敢大意展开超前部署 有的是怕停电抢买煤油 低温加上强风让新洩的佐渡市 岸边出现了奇特景象 波浪被打上来之后都变成白色 泡泡四处纷飞 有如一朵朵小白花飞舞 寒冷的天后也将侵袭南韩 北方俄罗斯零下60度的冷气团会南下 南韩预定将在24号开始发布 全国性的寒流警报 激州岛会降下大雪 影响到当地的空中以及地面的交通 记者综合报道 全机蒙特利公园是发生了大规模枪击案 伤者中有一人因为伤势过重而死亡 使得这一起无差别杀人案的死亡人数 现在新增到了11人 而已经自轰身亡的凶手是 72岁的越南裔的胡坎崔 他在当地警方已经取得 他位在赫米特住家的搜索令 根据邻居的描述 他平常相当温顺 因此对于他犯下这样子的大案 是非常的惊讶的 目前全案是朝着感情纠纷的方向 来进行侦办 总部队鹤枪实弹在装甲车掩护下 一涌而上 举枪靠近白色箱形车 发现枪击嫌犯 倒卧在方向盘上 一经开枪自轰身亡 早期有大批台湾移民居住 因此有小台北之称的 美国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 当地时间21号晚间 发生大规模枪击 72岁亚裔男子 冲进华人聚集区的五厅五星 无差别是烂射 民众惊慌逃窜 附近民众一度以为是 过年失放的鞭炮声 警方公布枪手照片 戴着眼镜穿深色夹克 头戴毛帽 目击着表示嫌犯用 加长弹夹的半自动突击手枪扫射 而且身上还挂了数圈子弹 如果子弹用尽就立刻在装上 而警方调查发现 枪手还想杀更多人 在第一间名叫五星的舞厅犯案之后 不到20分钟又来到另一家 叫来来的舞厅 打算继续大开杀戒 但在门外被民众阻挡 双方激烈扭打 最后民众成功夺下嫌犯作案枪支 枪手失算后立刻驾车逃影 开了34.5公里 到最后吞淡自尽的地方 枪击案发生的舞厅附近 当晚有举办封街嘉年华 就在枪击发生千几个小时 才刚收摊 惊险躲过一劫 这间舞厅是中老年华人 喜欢聚集的地方 嫌犯过去也是常客 这次依似是因针锋吃醋的 感情纠纷引爆杀机 外传是老婆或邀到舞厅参加活动 他却没收到邀请 他弃义的冲到舞厅杀人 当地庆祝华人活动 也因此宣布取消 总统拜登下令白宫降半旗 悼念死者 但根据统计 今年还过不到一个月 全美就发生至少36起枪击案 枪支问题再度引发争议 记者组统报道 美国媒体他引述了一名知情官员 报道说五角大厦 正在为共和党的 美国联邦中英院议长麦卡锡 今年稍晚访问台湾做准备 而拜登政府官员预计 他将在今年春季某个时候会来访台 而在报道当中就指出了 说由于共和党国会议员聚焦反中 所以拜登政府官员预期 麦卡锡会在今年的春天来访台 不过对于五角大厦而言 规划麦卡锡访台行程 不只是一个兼具任务 除了需要考量维安后勤 还有中国大陆政府 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 不过对此 五角大厦以及麦卡锡的办公室 都是婉拒置评的 另外消息人士就指出了 欧盟在今天批准了 向乌克兰提供 另一笔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同时柏林当局 因为乌克兰要求提供 德国制造的报氏坦克 而面临更大的压力 欧洲各国军队使用的 德国制报氏坦克 被普遍认为是最适合 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的战车 但是各国必须要经过 柏林当局的同意 才能够转移给乌克兰 而德国政府都现在是没有批准 这件事情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